索隆最后砍劲的那一刀 砍到凯多身上以后 会是什么样的 非常好的问题 索隆最近我是吹得比较猛的 一直是我心中在和之国的最强伤害代表 劲是月球族的身体 其实没有比凯多最强失忧的身体输太多的 索隆可以把劲直接搞定 好像是可以哦 毕竟最早之前大妈也让凯多 夺索隆最早在鬼岛上的那一刀 但是冷静一些 我觉得可能还是差不少的火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索隆最后砍劲的那一招 虽然是他在鬼岛上所展现出的最强的一招 但我觉得在索隆觉醒了霸馋之后 他还不是索隆的上限 那一招可能可以重伤凯多 但是要达到真正打败凯多的级别 我觉得还差一些话 其实索隆在之前已经砍伤过一次凯多了 阿修罗拔刀王者系 非常惊艳的那一招 但是很遗憾 当时索隆还没有缠绕 霸王色 还没有正式觉醒霸王色 如果索隆最后 结合了鬼岛加霸王色缠绕的阿修罗拔刀王者系的话 哇那后果不堪设想 那我感觉可以拼一下 有说不好就把凯多给砍了 但是只是他打败近的那招 我觉得还是不够 至少是索隆亲自承认的 他最强的阿修罗拔刀王者系 加上霸王色缠绕之后 才有可能挑战 能不能打败凯多